8月5日 时间是人生真正的资产 学问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智慧是人生真正的力量 健康是人生真正的快乐 人生一旦没有了生命 没有了健康 一切都是空谈 健康的重要由此可见 在佛教也有心理健康 与身体健康疗法 在心理健康方面 要保持静心 宽心 慈心 在身体健康方面 要礼拜 行香 作物 其实真正的健康意义有三 第一 要能有益于社会的公义 第二 要能有益于自己身心的修养 第三 要能对后世有贡献 影响 现代的医学界 不但利用基因来疗病 维护身体健康 甚至发展出基因复制牛 复制养的现代新科技 对于基因带给社会未来的发展 究竟利与弊 自有其因缘果报 我们身体的健康与不健康 也都在因缘果报之中 所以五人生存在世间上 要懂得生命 是受着因缘果报的影响 我们的健康 乃至未来的性与不性 也都有因缘果报的关系 总之 健康乃人人所求 人人所希望 但是 五人应该了解 健康不是神明所刺激 也不是金钱所能买得 能否拥有健康 完全要看自己 对因缘果报的认识 和实践而已 文思修 我们的健康 乃至未来的性与不性 也都有因缘果报的关系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